看鬆吃飯 今天有棒的東西吃了吧 每天都很棒 其實是, 炒飯 不僅如此簡單 我從這裡讀過就是菜名 好 鬆子、鹹肉、蛋白、薑米炒菜飯 對… 這個有什麼特色? 偏上海一點 所以我要介紹一下材料 是我們廣東人少用的 這個不是, 這個是鬆子 這個我們也會知道 外國西餐也會用的 西餐肉還是少, 廣東菜少 是, 因為它本身很香 而且偏貴一點 但是很少已經很香味 但是要做一點工夫 買回來就這樣吃, 行不行 如果乾淨就行了 但如果你用一點心機去烘烤 你就更加出了香的油 烘烤了嗎? 我這個烘烤了, 怎樣做呢 如果家裡有焗爐的朋友 你就用140至150度, 低溫的 就用一個盤子, 放在這裡 然後放進去, 否則反一下 都是8至1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多數怎樣做呢? 我會做…如果我買得多 做多了, 放進去瓶子裡 吃麵包, 吃東西就會噴進去 那豈不是很貴 但可以放多久? 如果你說真的放進去瓶子 開爐了, 這麼簡單 你可以找任何平底鍋 什麼鍋, 火會比較微溫 就像炒芝麻一樣 微溫一點, 不斷繞著它 只有一件事, 它也有香 有一點地方, 黑的地方 這個很小意思 對, 碰在鍋裡的 這些就放進去, 搶進去 小火一點就行了 一樣可以, 小火一點就行了 好, 第二款 第二款, 我實在很喜歡用的 就是上海的鹹肉 現在這些, 你可以去買的 就是一塊塊 有些會喜歡選多點肥胃 有些會喜歡選多點瘦 隨便來 買的時候, 最重要是看 或者你可以聞到它 它是醃鹹了 但味道是不有鹹香的 這樣就可以了 跟一般的金華火土完全不同 那個又最名貴得很多 而且那個味道也不同 買了它回來之後 我們要做小事 除了要洗掉它 我會把它蒸一蒸 蒸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很鹹, 亦很生 如果你可以放在這裡蒸它 就可以切片來做事 對, 大皮像你這麼大塊 我不會一次過用完 我可以保留在雪櫃 哪個位置會放在雪櫃 雪櫃可以了 煎熟就雪櫃 不用冰箱 不用了 這更好, 如果你是大塊的 你可以用來煲湯 煙燉鮮也是用的 我會加少許黃酒 出來更加香 好 水滾, 水不滾也不要緊 總之你做完之後 我讓你看看分別 有東西在這裡 是 這個我蒸了 你會發覺它會收縮 而且會出了少許肉汁 而且熟了 這個熟了, 顏色也不同, 是嗎? 現在我拿這個, 這個我繼續蒸 這個挺熱的 我拿… 放在這裡 可以嗎? 好, 這個我繼續蒸 水千萬不要太滾 太滾有什麼不好處呢? 它收縮 是 收縮起來就沒那麼好 這個我會用來用的 我今天會怎樣用呢? 我會將水… 你聞不聞到有這麼香的味道 水是否留下來等待炒飯 你說中了 因為炒飯, 通常會加少許鹽水 加少許雞湯或上湯 今天我用它 放冷一點 我會給你看看它的效果 好, 接著有什麼呢? 蛋白 蛋白就簡單, 拿了蛋白 你說那隻蛋黃怎麼樣? 如果你喜歡的, 整隻蛋加進去 但今天我發覺 如果我加少許的蛋白加進去 顏色會比較好 我給點鹽, 然後打它 待會我炒了它 有些說健康就好, 什麼都好 美好, 什麼都好 接著薑, 我叫薑米切到好 先說這個菜 這個小唐菜是比較大 有一個比較小的 是 隨便你 但今天我要想它爽得 現在吃一個好的菜飯 是不是很難? 很難 大王說很難 很少見都有人做菜飯 因為做得很削 對, 削的 做得很硬 整塊在這裡拔出來 但通常偏削多 你可以做煲的, 自己會做煲的 給你看, 為何要選這個呢? 我喜歡這個爽度 炒起來也不會全都破爛 目標水的情況 沒有一般大白菜的那種 對…所以要用這款 我會特意分開它 比較飄水或粗身 我放在一邊 這個放在另一邊 爆香的時候 我先後腳… 我分開來爆 先後腳, 很快 接著就有些飯 飯, 冷飯、冷卻或早做完之後 鬆開它, 我經常說弄鬆它 為什麼呢?下去比較好炒 不用一塊塊 原來炒這個飯也好 一定要灑點水, 它才會散開 是, 鬆開的時候 加一點水會不會比較好? 鬆開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 加過一點水 不同的 對, 如果在這裡下水, 它就會浸水 如果在一邊炒, 一邊加 那邊下水就不太好嗎? 它會讓它軟化, 但會揮發 多餘的濕氣會揮發 會不會全都軟? 不會, 一邊炒, 一邊下就行了 下得多餘小就真的要看看 這個剛才說不切, 因為很熱 它是鹹的 但如果你買的那塊 看到它有一點肥的位置 是好事 你看我切下去, 它會鬆一點 沒那麼固埋 沒那麼固埋 如果整塊都是這個瘦肉 你會發覺怕會粗糙 也會硬 所以選擇, 最好選擇有一點肥 對, 一點肥在它周圍 像這塊一樣, 我待會吃了它 但如果我試了一次 但可能鹹肉 我覺得還是偏鹹了一點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功夫 令它沒那麼鹹? 幾樣東西 如果用來熬湯就沒問題 對 出水也是一個好處 像今天這樣 把它蒸一蒸 在蒸過程中加一點黃酒 味道和角度不同 鹹味就放進肉汁 對, 起碼有濃的鹹味 先出來了 之後的肉汁, 像今天我炒飯 用多少就自己去控制 不用一定用完 但如果你平常說, 留給我做麵 雖然它沒有金華火腿那麼香 但它有鹹鮮 好, 這個已經做完了 我待會炒就很方便了 是, 開了 謝謝, 給點油 好, 多不多? 先炒… 炒什麼? 湯匙多一點就行了, 炒蛋白 這個蛋白全都是水分 很熱… 好, 熱… 好, 搞定 現在我把它加進去 推快一點, 對吧 對 我將它推均勻 還好, 先弄散它 完成了 這個不是菜旁螃蟹的那種 只是這樣炒 用粉 對, 都是這樣 那些是人同的 那些 對, 把它這樣搖開 待會放進去就很方便了 對嗎? 好, 第二樣東西, 用鑊 好, 加點油, 麻煩你 現在由頭炒到味道 夠了… 夠了… 好, 我們會做什麼呢? 薑米 第一, 要香味 是 你可以平時炒薑飯也可以 都是把薑切成米 是 很小很小 然後翻炒… 好, 給我一點菜 好 這麼快就放菜? 對, 要放兩塊 放兩塊 是, 我先放那些… 橄欖的位置 橄欖的位置 在這裡拌勻 實在是拌勻了一會兒 一來可以說最熟 二, 去到菜青味 但真正你喜歡吃菜飯 就喜歡那種味道 好, 麻煩 綠色 放進去嗎? 放進去 放進去 對 炒到這個有熟的感覺 實在是很軟 熟了 多一點 不然你加了飯就炒不透了 要炒菜才可以加飯嗎? 對, 這個是炒菜飯 如果不是, 用來煮的 可以炒完這個就放進飯煮裡 不, 又不同食作 好 炒一點吧? 好, 一湯匙, 兩湯匙 多放一點點就好了 不會吧 鹹 也不會鹹, 你已經蒸了之後 給你一點 你蒸了之後是鹹的, 全部倒進去 好, 全部倒進去 大王, 因為是佛老 不是, 你是佛老 不, 視乎你有多少飯 你看, 你炒了, 也會這麼多 就在這裡, 我很喜歡說這件事 就是層次 由薑味、菜味 現在有肉味出來了 好, 接著就給我一點飯 好, 看我了 謝謝 太多了, 夠了 夠了 夠了, 沒送食, 沒送食 沒送食, 沒送食 對, 師傅放 不是, 你太多飯, 我也沒送食 現在我這樣炒, 又真的挺漂亮 差不多了, 對 你看到很多粒粒嗎? 不是粒粒, 一塊塊 一塊塊, 用鍋鏟的背 去鏟 如果鍋鏟不到, 看到嗎? 我剛才說有些水 這個時候可以加 對, 這次的水 我一半是肉汁, 一半是水 我還是怕它嚇壞 對, 不要加這麼多肉汁 剛才肉多 是 你說肉多, 看上去肉不太多 你也對, 所以我聽你說 一路走, 你看不看 有些沙灑的聲音 沙灑的聲音, 你看那些飯 一堆堆的, 讓我很嚼勁 可以嗎? 好, 軟了… 我怕它軟了 軟了, 軟了 這次不聽它說 軟了, 用慢火 把它逼出多餘的水 你才除了這樣逼出水後 香味會出現 出來了…聞到了 是嗎? 還有一樣 怎樣? 菜好像已經軟了 已經搞定了, 好, 給蛋白 對了 快點… 不用這麼… 不要嚇到家裡的朋友, 很輕鬆 然後加蛋白就更偏乾 更偏乾身 偏乾身 對, 還有蛋白有蛋白的香味 如果整隻蛋有整隻的香味 你別說, 我現在看上去 我想整隻蛋更香 會否想起青年? 對 顏色的這個像上海菜 對…我拜託你 對… 顏色與各樣, 這個比較好看 好, 炒得…真的不是太多油 但炒得剛好, 姐姐身以來 有一點黏黏的就剛好 接著就好了 接著就可以上碟了 是不是很快? 真的 我就覺得很好吃 對, 黏黏的也好 黏的? 黏黏的, 對, 黏的 炒完也挺多的 剛剛好, 你多煩我, 我不夠鬆 不夠鬆還可以的 對, 如果有鹹肉, 你可以多切幾片 上頂部 這樣就夠了, 夠了… 夠了, 阿佑 好 我聽你全都說了 對, 這個可以 好 放這麼多鬆子? 當然 這樣才香口, 層次 放進去… 好, 別留給自己吃 這個, 當魚小鬆子是自己的 是 拌起來, 別人剃一點 實在就不多了 我怎麼放進去? 沒有了… 夠了, 真的頑皮 好,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鬆脂鹹肉, 蛋白薑米炒菜飯 然後, 我看看 要怎麼放進去, 阿佑 你去看 好, 紅糖 就好, 紅糖 回到給我 想腸子 點燒